福兴生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农本荒全力支持 赵教授 炮制简单来说就是将药材加工 是传统的制药技术 也是我们中医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个雷公制药 雷公是不是一位古人呢? 是的 雷公是传说当中 是皇帝手下的一个大臣 他这个人是非常精通衣礼 对炮制也很熟悉的 后来我们就把他作为一个代表人物 当然谈到雷公 南北朝时候还有一个学者叫李小 他写过一个《雷公炮制论》 讲到炮制你不要说我喂食 是不是都是跟我们的烹饪方法差不多 可以蒸啊 煎啊 炖啊 这样的呢? 富生 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通俗的解释 其实从某种意义讲啊 这个炮制啊 古代叫修制 和我们日常做饭啊 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他用的那个器具 用锅啊 用这个来剃来蒸 用刀来切 用的这个我们炮制要加一些佐料吧 用什么? 九醋岩浆米油 它的工艺呢 就是像这种争吵之断 好像这幅图那样 这幅图非常的精美 你看看这幅图什么时候 我见他的那些服装应该是像明代啊 对 这是明代的 从他的这个发型服饰 都是反映了当时明代的一些风土民情 这些是仿古籍啦 是不是? 其实当时那些人真的很聪明啊 他不单止用文字来表达 还画了很多这些很精美的图画呢 中国古代有很多珍贵的古籍 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